我是一名有着接近十年的赌徒,在这十年里,我从最开始的在实体店买彩票,到后面接近两年的亡赌。 从最开始想着亡赌的人就是傻子的想法,到现在已经却变成了一个傻子。 十年啊,对于一个人来说,是多么美好的年华。 我是1992年出生,想想,这十年对于我意味着什么,大好的青春就在赌中悄悄逝去,不能不感慨,移入赌场,让你悔恨一生。 好了,还是来说说我从最初的实体店买彩票,到亡赌的经历吧。 本来有一个很好的青春,但是自从染上了赌博以后,一切都变了。 我记得,在2013年,刚出来的时候,在一个工厂里上班,后来就看到有彩票店的人买彩票,自己想着也去试一下,赚点零花钱。 就这样,从开始买得很小。 输了一点钱以后,人的想法完全就变了,因为我是一个自尊心比较要强的人,想在家人亲人朋友面前出人头地,证明自己的才能有多强,想靠赌博来证明自己。 但是错了,想靠赌博来赢钱证明自己,那就是大错特错。 现在想想,当时的想法,就连一只猪都不如。 输了钱以后,想尽各种办法,筹钱来翻本。 最后自己的工资每个月一发,就直接想办法请假,去实体店买彩票。 每个月的工资,从一发到买彩票,最多就是一两天的时间,就全部送去彩票店。 彩票店的人心想,又一个傻子爱送钱的。 到后来,工资输了以后,就找亲戚朋友借钱去翻本,可想而知,借的钱也全部送进去了。 这个时候你会问,这样送钱,你还会去赌吗? 朋友,赌过博的人都知道。 经历过赌博的人都知道,一个赌徒是一个自私的人,他不甘心失去钱财。 想尽办法去筹集赌资,就是为了翻身一搏。 但是,人怎么能玩得过机器呢? 机器都是后台程序计算的,但对于一个赌徒来说,这个时候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。 管你是机器计算还是怎么? 输掉金钱的压力,已经战胜了你的理智。 从最开始的几百几千,到后来的几万几万输,每次输完以后,都说借赌以后再不赌了。 但是每次都复赌,手里有钱就去赌。 这样反反复复,经历了差不多十年。 从一开始,一个在村里面人见人爱的小伙,到现在的我,已经在我们那个地方,臭名远扬。 在别人眼里看来,怎么会有这种人? 我大致算了一下,这十年以来,我输的钱将近五十万。 这十年来,也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刻。 刚开始找家里面要钱,家里便一次一次地帮我,希望我能回头。 但是我一次一次让他们失望,最后家里面的钱,也被我赌博输光了。 再叫家里面,去帮我找亲戚朋友去见。 家人也是,希望我能改过自新。 帮我去找亲戚朋友,借了十五万左右。 可一到我手里,我就一心想着翻本,到最后,还是输了进去。 家里面父亲母亲,天天以泪洗面。 嘴上说不想管我了,但心里面还是希望我改过自新。 可我呢,就是因为这个赌,丢掉了好的工作。 这接近十年的时间,我赌博丢掉了四五个好的工作。 到现在的我,就像一只人人喊打的老鼠。 亲戚朋友都知道我是赌博,也都不再帮我。 找他们借钱,那也是不可能。 父母也因为我找亲戚朋友借钱,欠下了十几万的外债。 那就在前几天,五月二号,最后一次借别人的一百块钱饭钱,输掉了以后。 我真心明白,如果靠赌,想去翻本的话。 最后可能连你这个人的命都没了。 我现在还欠着一个同事的三万三千块钱,信用卡的四万六千,利息还在涨。 小贷公司的六万,利息也在涨。 现在的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弄。 我现在整个人的精神都很差,好像有点抑郁。 有时候想去死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这样会不会一了百了。 可是我死不起,现在接近十五万的外债,等着我去还。 家里的父亲又生病了,住院。 家里面已经为治疗花去了十几万。 前大约八年的时间,玩的是实体店的那个体育彩票,福利彩票。 被赌博疏红了眼的,是只要有赌的,都会去的。 只想方便,只想翻本。 想靠翻本来迎来人生高峰。 但是这种想法是极其错误的,不负责任的。 赌纸会让你越陷越深。 我赌的体育彩票是那种十一玄武,福彩是那种深圳五分钟开一次奖的。 这些快开型的彩票,都是骇人不浅的东西。 因为它的快,让你能更频繁地去下注。 偶尔会让你赢点小钱,但是有几个人会坚持地助赢了就收手呢。 我想是没有吧,到最后都是说。 是的,大把的输钱以后,你的心态就变了。 就想着办法去借信用卡,网贷,高利贷。 如果说,这些在实体店买彩票还有点节制的话,那网上买彩票就是无节制的。 网上买彩票,不会在乎什么时间,地点,只一部智能手机。 从早上八点钟开奖,到凌晨的六点钟结束。 中间只有两个小时,是他们结算。 其余的时间你都可以赌。 你有多少人钱都可以去网赌,是最骇人的。 一串串数字,让你没有钱的感觉。 一把一百,五百,一千,两千。 这样的一把把地赌下去,偶尔会让你重一下。 只要你不收手,你就没有机会了。 你压大开小,你压小它开大,你压单它开双,你压双它开单。 直到你的余额归零为止,前面的八年在实体店买彩票。 前前后后估计输了十五万左右的样子,但是就是从2017年九月份在一次无意的网页浏览中,下载了网络赌博平台,就此深深陷入。 从最开始的一两百,到后来的两三万,就这样,期间也有赢过,也提现过。 但是钱从来没有在手里真正的侮辱过,今天提了三千,用了两百三百。 第二天,这两千多块钱,一定会送进去,因为人的贪欲是很难控制。 心想,两千能不能赢到两万,这就是人性的弱点,贪。 因为本人的文采不好,脑子也有些凌乱,所以写的也不是很好。 但我为什么要写呢?写下来,就是告诫一下后面的人,不要再踏入我这样的地步。 真是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,挣点钱一定要想着自己想要什么,不要想着天上能掉馅饼。 写完这篇文章以后,我决定以后再不赌博,愿我的人生再无赌。 我一定要坚持努力赚钱,尽早还清债务,让自己重新来过。 还在继续沉迷的朋友,希望你们能趁早收手,自古以来,没有人靠赌博能真正地笑到最后倾家荡产的势力很多。 在此,我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,不要再沉迷于赌博了。 更不要沉迷于网赌,网赌甚至比吸毒更恐怖,吸毒只会害一个人,但网赌会害你全家和亲戚朋友。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,不赌为赢。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,有得到一点启发或帮助。 视频下方超级感谢,点赞订阅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